阿山, 有甚麼可以幫你 你好 有房間嗎? 有, 第幾間 一間而已 等等, 打電話節 阿山, 現在是旅遊旺季 房間供不應求, 真沒甚麼節奏 老闆不是吧? 長租, 在這裡吃, 怎樣也打節 剛好, 我們館也有餐廳, 一條龍服務 那就是, 一日三餐, 在這裡吃 有好處, 想想吧 好, 先謝謝… 看你長租, 把個八五折吧 八五折? 五五聲, 好聽嗎? 一於八折 你發, 我發, 殺不殺? 好, 如果不殺, 那就找大家 如果殺了, 把錢放在這裡 就當是預交房租 好… 看你找到我們旅館, 算是有緣吧 大家當交個朋友吧 好… 你一碗三碗白手做吧 好… 阿國, 你真聰明 能接到這麼大的生意嗎? 你聰明了 不過, 話說回來, 很奇怪 那個客人的名字叫朱展 怎麼這麼笑呢? 朱展好, 牛展好, 最重要是會付錢 如果每個月我們都接這種 包成包絕的大生意的話 想不發也挺難的 是呀, 你不要說我發 你以為人人有本事 接到這麼大的生意嗎? 真是呀, 等你們還經常說我大番薯 頭大忘腦 好…尤其是那些, 總是以為自己很聰明 其實是豬頭餅那些人 你指誰呀? 不過這次我覺得大哥真是很聰明 聰明不聰明就不太清楚了 不過旺季都打了八折, 聰明得這麼浪漫 現在是宇娥還是賺我? 有本事是你接單這麼大的生意回來 開玩笑, 要不要這麼認真, 大伯 你看到他們全都在稱讚你嗎? 是呀, 是呀, 是呀 這個阿婆能跟你開玩笑呢? 是呀 老公, 我覺得你越來越生越偷懶 聽到沒有?連老婆也稱讚你了 是呀 今晚睡覺也笑得出聲, 好嗎? 那…真是值得稱讚, 真的 如果每個人像我這樣接了大生意回來 不用多久, 我們開分店也行 好呀 你出門嗎? 不好意思, 慢慢… 展哥 進來吧 伯哥, 你送水了, 辛苦了, 麻煩你 不好意思, 入錯房間… 不是呀, 是你這間 伯伯, 你這麼老… 老伯, 我想問一聲, 你何時住進來的 我今天下午住過來的 今天下午… 是呀, 你這麼老, 你當服務員嗎? 不是呀, 我不是服務員 我是這間旅館的老闆 老闆? 是呀, 真是, 你坐… 伯伯…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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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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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伯伯, 你這個旅館呀 古為精用, 非常地好 爸, 我想問你呢 你想問我, 這個旅館好不好 我跟你講, 我住得非常地滿意 非常地乾淨 現在這個地方叫旅館 以前它叫客棧 這個客棧就沒有這麼乾淨 就很簡單, 沒有那麼複雜 我再跟你講, 那時候我小時候 學校裡私所的時候 我的先生就特別喜歡我, 講故事 阿添, 你叫我, 撿開我, 馬上來 你坐下… 是否老闆過來 不, 不, 不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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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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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剛才說到哪裡了 你剛才就說, 不是, 說完了, 說完了 不是, 我能放棄了 抗日戰爭的時候 日本鬼子投降那個時候 我老爸就帶著我去了那個大西南 那個時候, 我跟你講, 我才五歲 我暈了… 你從鴉片戰爭說到抗日戰爭 現在還有解放戰爭, 抗美元朝 老闆對越智慧反擊戰爭也沒說 那就是要說得很久了 就是要說得很久了 你坐下, 我慢慢聽我說 我先喝水 阿伯… 你看, 你沒事吧? 沒事… 阿伯, 我剛才是想問你 下午替你辦入住手續的那個是誰 這個是我的兒子, 阿展 你說到阿展, 我還是有故事說 不…你不用說 就是說你是他爸爸 他扮這個房間入住是替你辦的 說起那個兒子, 我還有故事說 他兩歲的時候… 老闆…你不用說了 老闆不行了, 很多事要做 就這樣… 行… 好, 睡… 睡了… 不行 你那個豬白一整晚都不見了人 不見了人? 是呀 會不會是退房走了? 那一天都光亮了 退房的訂金不得了 不是, 那些行李還在 光哥, 你不是每天都會巡房嗎 老闆, 我就算巡都不敢巡他的房間 你知道豬白口水多過茶 能進去他的房間, 無法生存 不是呀, 現在不見了人怎麼辦 他是不是去哪兒溜達 依然沒選回來 但他去掃街也不是掃整天的 整天了, 兩頓飯都沒回來吃 那大件事了 那個豬白在這裡訂了餐 訂了餐還走出外面吃? 這麼愚蠢的事他可以做的 那我們要不要出去找找他 畢竟是我們的客人 我們要負責的 是呀, 你幾十歲的人倫倫盡盡 如果有什麼冬瓜豆腐 我們真的背不起他 快去找吧 你真是別說那麼多了 大家趕快出去找找, 好嗎 是呀… 你別客氣, 你別客氣 你別客氣, 我們真是廢話 阿哥, 我慢慢問到 找鬼找馬嗎, 廣州市場這麼大 找一個人, 大海撈針 真是 好 我怎麼回事 找到 找鬼找馬, 找了幾個都沒有 你卑鄙和飛車還在找 糟了, 你回來了嗎 回來了, 我們剛剛回來了 糟了, 我整個荔灣區反轉 就差點去沙基沖撈人 不是了… 光光, 你趕快去找他兒子 是呀… 不是說要跟他發聲嗎 是呀… 你叫他登記時留下資料 就讓他炒賣 你說要不需要報警嗎 不用這麼帶劑是嗎 大家趕快去說什麼 不好意思 朱生, 是不是, 你好 你好, 誰位 我們是利安人家 你好… 你好, 有件事想跟你回報一下 你那個老爸今天出去之後 至今還沒回來 我們家人都很擔心 已經發動所有人去找他 就是這樣吧 是呀 你們不用擔心, 我老爸沒事 他自己回家而已 回家嗎 是呀… 真是這麼大整果 不好意思… 你知道他幾十歲人 可能新的環境不太適應 所以自己就回來了 不過你們明天我就送回來給你們 朱生, 我覺得你辦事不太適合 你明明看見你老爸 又不是沒有電話 你就打電話給我們 讓我們安樂一下也好 是不是, 你現在嚇死了 不是, 你怎麼猜 好了, 就這樣吧, 再見 神經病, 早說了, 嚇死人了 是呀 來…老爸, 別客氣了… 老闆, 我告訴你 我以後不可以四位走 好…乖了… 不好意思, 這次真的打擾了你們 是… 朱生, 話說回來, 你要扔幾隨子 多有性格, 真是老頑童 老爸, 來…我開門給你… 你隨便幫他開門給你 你隨便幫他開門 來… 朱生, 有點事想和你聊 你坐一坐 就是這樣, 你為何要偷偷你老爸 來我們的旅館呢 甚麼嗦嗦聲這麼難聽 我家裡環境不夠差 送他來這裡, 讓我享享清福 是呀, 那我真孝順 請我老爸來這裡, 享享清福 但是呢, 皮費很貴的 那沒辦法了 我家裡好像白鴿籠一樣 再說, 你… 甚麼呀 總之呢, 一家就不知一家事 有很多囂張的東西 令我老爸很不適應 不過呢, 你們分開住 那你們當兒子很難照顧到他 我們現在到處找屋子了 在未找到之前, 唯有花點錢 就想讓他住得舒服一點 你這樣說的意思 就是你老爸還要很久住嗎 有很久住不就不好了 你們可以賺多一點 我給你錢 那倒是… 不過這樣, 一定要跟我急吃我老爸 不要讓他到處爬 朱先生, 你放心 我們打開門做生意的 任何客人來到 我們都是一心一意地來照顧他 你放心就行了 那我就放心了 那就行了, 謝謝… 不用客氣了 謝謝, 那我先走了 我送你下去 伯伯, 我在這裡搞衛生 會不會阻礙你呀 不要… 爸, 你坐 我…我先出去轉一轉 我到天井去看一看 那你小心點, 不要到處亂走 好… 如果他檔室了 我豈不是被老闆娘炒魷魚 糟了, 我還是去看看 老爸, 怎麼這麼快回來 你又說去天井逛逛逛 我又不想去了 那個…你做事做得辛苦了 你先歇一歇 沒有, 不辛苦… 我給你講個故事 來…坐…我給你講個故事 我在做事, 我沒時間聽 這個故事很好聽的 我跟你說, 從前有座山 山上有個廟 我不聽了… 我去不去吃人了, 你緊張什麼 老闆娘… 你怎麼說的? 有人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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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誰 那個豬伯 不是呀 不是呀 那些豬伯平時傻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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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 連路也走不動, 想想想想想 老闆娘, 他真的想想想想想 那些豬伯平時傻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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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後你真是搞我的員工? 那麼好, 你們看我 你放心, 我現在不會四處亂走 朱伯, 這裡是公共場所 請你行為檢點點好不好? 朱伯, 為老不尊就教壞子孫 如果我再被發現的鹹豬手 我就見一隻就斬一隻 什麼?有鹹豬手?是不是珍蹤德國? 我的餅胎質蛇 不… 神經病 真是被你脆弱 你是真傻還是裝模糊? 朱伯, 老實說, 希望不要再有第二次 如果有第二次就麻煩你回歸 我這裡不歡迎你 還有…你幾十歲人了, 注意影響 你看看他做了你的孫子 你也要顧求一下自己的形象 我一向都是注意影響 我以前是中學老師 你… 你老實說你以前是中學老師 為人師表就更加要自重, 是嗎? 我當老師的時候, 你們都沒出生 正所謂求學先利德, 聖賢月 我現在是中學老師, 養不叫父之過 你不想調回來, 老實說, 幫你轉頭 你們坐在旁邊, 老實說, 老實說 你不要害我, 走… 這個… 怎麼下火? 怎麼下火?大家走 不打聲… 聽兒子這麼說 這個老人家不單是小肥潤 心肝脾肺症也不齊全 說回來,你說會不會是冰冰神經過敏 畢竟人家都是老師出身 對… 婆婆,根據我對她的了解 男人一定不是 神經病,一定沒有走雞 說回來,我第一次見到她 都覺得不太正常了 你想想,口水多過茶 沒有來正經,又口不擇言 雖然,甚至還有小逆多同情 上年紀的人是這樣的 其實這些事還很商量 我知道你也是這樣 有反應… 其實很正常 如果老人家經常吵架 你們又會覺得人家成福心 陰陰濕濕濕的 我也是,我也是老人家看上去 挺善良的,不像有什麼壞事 怎麼了?一隻二隻 好像在幫她唱讚歌 怎麼說到,她也是馬上去住客 我們就多點關注她,對吧? 關注… 老闆娘,你看看 怎麼這麼乖?特地拿東西敲敬我 你怎麼知道我喜歡吃雞仔餅? 不是,那個朱三眼來敲敬她的爸爸 她的兒子來了? 是,但她是偷偷摸摸地來的 她聽到我們搞衛生 就靜悄悄地把東西敲在盆口 就走了 這麼搞笑? 是呀 兒子探爸爸,天經地義 實在不說 誰問問你 那就是搞什麼? 聽你這麼說 就覺得她倆爺爺有景觀 會不會有什麼驚天大陰謀? 不是吧?很害怕 你害怕什麼?生人不生膽 你害怕她吃了你嗎? 真的,這樣你呢?就和冰冰兩個 盯緊他們父子一有什麼舉動 馬上告訴我,知道嗎? 老闆娘… 你怎麼有什麼事? 我剛才在朱伯那裡搞衛生 他說自己已經很久沒吃東西 快要餓死了 所以他現在整個人坐在地上不肯起床 我怎麼說都不聽 怎麼搞的?一天三餐是阿嬌負責的 看著舖,我問她為甚麼 真是以往的 我一天三餐,我以後大妹 按時按量按質地送到她房間裡 一餐都沒脫過 那為甚麼她會發困難 而且還說一餐都沒吃過 那那個老闆娘當然是露入水了 不是,可能她想作我 不行,我和你一提上去 對則要還我理睬,要我清白事 你怎麼不煮飯給我吃? 我肯定餓了 你來吧 你幹甚麼? 你為甚麼不煮飯給我吃? 朱佛,你別鬧了 坐在地上就沒了 你快點起床,起床 起床了,起床了 你真是… 你真是不要連握二十四 我一天生湯一餓大妹 按時送來給你吃的 你看,老闆娘,你看 對,碗碟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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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吃了,我沒吃了 你沒吃,難道是老闆娘吃的嗎 對 我好像已經吃了 但我沒吃飽 我還想吃微炒肉餅 那… 再煎個… 我吃完還想吃,怎麼這麼激烈 你怎麼可能?好像小朋友發玉器那樣 你聽她胡說 那種朱伯的思維紋亂得 兜兜轉轉,我都被她弄亂了 我怎麼說,那些思維真有問題 阿姨,最好想有問題 一天最壞就是你老公 弄了蘇州市給我談 沒完,現在想想如何收課 是呀… 如何收課 我的戒靈還衰是靈人,是嗎? 我已經洗了大伯 打電話聯繫他兒子了 叫他馬上載他老公回家 回來了,怎麼樣?找到了嗎? 我打電話給他了 把他爸爸的情況告訴他 但他兒子說他爸爸百分百是正常人 還反而叫我們不要自己想到失敗了 怎麼搞的?你怎麼辦?大伯 你有沒有告訴大家 不,告訴他兒子 我們對他有懷疑 我當然有說 但他兒子說老年人有怪異的表現 是很正常的 他爸爸一向都循規道舉 不會搞什麼五馬牌事,叫我們放心 放心?放鬼放馬嗎? 他回家了我就放心了 老闆娘,又怎麼樣? 又料到,你剛才有個十一二歲的小孩 玩自一代的東西 鬼鬼祈師今天就進去朱白的房間 那你有沒有看到那個小孩? 不要問太多了,趕快上去看看 就知道有什麼事了 快點… 快點… 小聲點,聽人說什麼? 爺爺,你快點吃吧 媽媽不知道我來探望你的 兵仔,你真乖 爺爺真乖 什麼事啊? 我一會兒要回家做功課了 你住在這裡一定要聽話 不要一個人走出馬路 很多車 原來那個小孩是他的孫子 爺爺,快點到下面折著他 等他一來,立即問他做什麼 來… 你住在哪裡?小朋友 我來看我爺爺 你爺爺? 你爺爺叫什麼名字? 他叫朱輝,住在二零二房 說回來,小朋友 為什麼你爺爺好地要來住我們旅館呢? 我也不清楚 沒理由的 你還說孫子,你怎麼不知道? 小朋友,不准撒謊 是,我怕… 說吧 我怕說了,爹爺媽媽會罵我 來…小朋友 阿姨的嘴巴很密實 一定會幫你保守秘密 你要把具體情況告訴阿姨 我們才可以更好照顧你爺爺,對吧 是呀… 首先我問你 你爺爺一共有多少個子女? 總共三個 爺爺以前是中學老師 媽媽很早就不在這裡了 爺爺退休之後 就在家裡照顧我和兩個堂妹妹 照樣子應該挺溫馨的 是呀,三代同堂的 那為何你們這麼沒有陰工 要偷日爺爺來這裡住才行 是呀 媽媽和爺爺爺爺爺都不喜歡爺爺 爺爺爺媽媽就經常為了這些事吵架 死不死,家裡這麼多個子女 沒有一個肯收留的老人家 話說,為何他們這麼不喜歡你爺爺 是呀 他們說爺爺哩哩嗦嗦 重視有賴頭殺尾 開門戲又忘記關 有幾次還差點弄到火燭 他們說爺爺有老年痴呆 現在叫做腦退化症 烤退化症? 乜嚨 好, 阿姨, 阿姨 怎麼搞的? 把腦退化症的病人放在我們這裡 我們這裡又不是修容所 這樣可憐, 這麼來租老爸? 老爸這樣也不明白, 什麼擺明射包袱 現在也不知道怎麼辦? 那怎麼辦? 立刻打電話叫他兒子, 帶他老爸走 打電話叫他? 萬一兒兒子知道穿了鍋 玩失蹤就找到他了 如果是這樣, 我立刻報警 告他們全家虐待老人 報警? 但是阿Sir會不會理會這些家庭糾紛 要不就乾脆把老人家直接送去慈善機構 畢竟那兒的醫療水平和護理都是專業的 是呀 不是… 說了人家出錢 現在預交了一個月的食宿費 那你現在臨時趁人走好不好? 那也是呀, 阿光說得對 這件事還是要審慎一點才好 我忽然之間有個靈感 怎麼樣? 我們旅館有新的商機 甚麼商機? 把我們旅館變成老人院 收賺助費, 一定的利潤可觀 神經病 你真的… 神經病 你真的… 神經病 你真的… 神經病 神經病 怎麼樣? 我想舉手刮你 我以為這樣的事想得出 你不如叫牛哥把喜羊羊改成賭場 保證你們全都發到專業 不是呀 好了… 小心你們, 現在已經夠了心急了 還在開玩笑 不…其實他們說這個老人家 有腦退化症是小孩子說的 到底是不是也不知道 老爺, 我覺得你像有腦退化症 甚麼… 那是呀 那是呀 先前那條老爺做過的事 都神神發發, 古古怪怪的 是不是?你不記得 用鬼的孫子來講 他都知道這裡有問題 那… 有沒有問題也好 我覺得我們現在 就要把他在樓上搬去樓下的套房 又有腦退化症 萬一走樓下摔倒怎麼辦 是呀 是呀 這個提議好 是呀… 起碼我們小松擔心 是呀 不行…傻子還沒康復 那… 樓下那裡是豪華套房 很貴的, 能出錢嗎 那… 不是呀 那塊豬肉好像放了錢在前台 好吧, 一月半月下面 住到沒錢了 然後就打電話 通知那塊豬肉入錢就是了 是呀… 是呀… 都是呀… 都是呀… 想過也是打電話給那塊豬肉 問清楚的五逆仔 究竟為何要這樣租賊的老爸 你好, 朱先生, 是不是 我是荔灣人家的 你好… 你好… 我老爸多好嗎 你老爸好嗎 你應該比我清楚吧 是嗎 朱先生 我覺得你也挺過分 原來你老爸有個什麼 腦退化症 你為何要撿來我們的旅館 哪有你這樣做兒子的 喂… 好了, 我老爸是老一點 是鄰近了一點 不過他沒有什麼退化症 你以為我生安白做的嗎 是你兒子自己親口說的 這樣也有假 說回來, 靚姐 就算有什麼退化症 哪條規定不可以住在旅館 不好意思, 有電話進來 不停消息 朱先生 喂… 我還沒說完 真是這麼討厭 行了, 不用了, 我重複了 老闆娘… 慢著… 不是吧 怎麼了 還關機器 不是關機器 我找到了 這是他身份證上的地址 你看看 同樂大街, 逢源中約七十二號 好, 明天你解僱它才行 糟了, 你看看 博記, 怎麼樣 我想問問那個逢源中約在哪裡 就在這裡 怎麼會變成這樣 發電箱拆掉了, 拆掉了 是啊 那我們是不是找不到他 那個臭小子, 連我們都騙 是啊 真是天修的 走吧 小心點, 小心點 芋嫂 聽你這麼說 這傢伙不只是玩射球 還要玩失蹤 不用說話了 明天要服侍這個豬伯的責任嗎 我甚麼是 當然是你, 誰招惹回來的 現在賴我這樣說了 他額頭著著 怎麼腦退化幾個字 你這麼厲害才知才覺 你怎麼不早說 你們都不要亂爭 互相推卸是沒好處的 關鍵是我們應該照顧老人家 是 現在就是怕他自己烏下烏下走出街 擋失了路怎麼辦 我建議就在他胸口掛著牌 牌上面寫著我們康家的電話和地址 就算他擋失了路 也有好心能打電話給他 這個辦法好 還有, 要跟餐廳說 在他的飯菜中盡量做到 少油少鹽少糖少脂肪 這樣還不會加重他的病情 還有… 還要交代魚丸和彬彬他們 以後不管他們是誰的直班都好 都要像看媽媽一樣看著這個老爸 這個人知道要捉蟲了 哪有我們這麼老襯 人家的子女當他垃圾般倒出街 我們當他寶那樣拿回來 自己來服侍也有 不住都住了 那有甚麼辦法才行 為甚麼沒辦法, 你趕快送他回家 免得夜長夢多 不行, 二嫂 既然那家人不喜歡他 嫌他把他踢出來 我們要多關心他就可以 人家很可憐 我們沒有這種異毛 是… 這樣…我們盡量做了自己的本文工作 下一步再想辦法 是 出發, 你去哪裡 去哪裡 我去那個荔枝關聰 隨便賺賺賺 你一個人去嗎 是嗎 不如我叫個人陪你去 不用… 你害怕我丟了不成 我認識路的 這個在我身上 渾身不自在 你先幫我拿著 好 等我回來你再給我 好… 朱伯, 那你小心點 好… 朱伯, 不如我叫個人陪你去 朱伯 不用… 朱伯 朱伯 朱伯, 你等一等, 朱伯 霏霏 你叫朱伯幹甚麼 朱伯一個人去泥灣衝 我怕他會出事, 我想陪他去 你快點, 還要像奇藥一樣 喝緊緊緊緊緊 大伯, 我還有很多事都還沒做 那…那… 來…你的事我幫你做 去吧 我現在去 阿楊, 我算是聰明 親自去頂班做服務員 連屎坑也洗了, 真可憐 對我說, 還沒夠聰明 我們不能知道冰冰 我們應該親自盯緊他 我怕冰冰一時看不到他 那裡好人多, 走失了怎麼辦 如果他走失了 我們全家都騰騰鎮 對… 十時之家一個一個這麼關心 如果老爺走失了 你們有沒有那麼緊張 你真是… 你真是… 怎麼樣? 怎麼樣? 朱伯回來了 我們剛剛回來了 所以就跟你們說聲 那就行了… 二哥, 還是讓他少點上街吧 他必須有這種病 還有…還有這個 大伯, 給你 朱伯說帶著他在街上走 很肉酸, 所以不肯戴 怕肉酸也有 那萬一走失了怎麼辦 要不這樣 怎麼把上面這個字 寫在一塊小布上 然後把這塊布封在她的衣服上 這樣就萬無意思了 對… 是呀 向南的提好 是呀… 老婆, 這件事就交給你 來 是呀, 沒問題 是呀… 朱伯 朱伯, 開飯了, 還吃餅乾嗎 是呀, 這個鹹鞭鞭很好吃 你到你吃吧 不…不用客氣, 你留飯慢慢吃 對了, 剛才自己出去賣的嗎 不是, 我兒子剛才看過我 他喜歡我吃餅乾, 他買給我吃 你兒子來過嗎 是呀, 是呀 他還有一封信給你 給…給我們 是呀… 我爸爸喜歡吃的菜有梅菜蒸肉餅 九黃炒蛋 零食喜歡的是奶鹽梳打餅 蒜香花生 只要你們能好好滿足我爸爸要求 錢不是問題 那是甚麼意思 這傢伙總是不肯抱頭 跟我們三口六面說清楚 不斷寫小子, 算甚麼 就是呀 不過呢, 看他寫得這麼細緻 證明那個臭小子對爸爸也算有點良心 有良心歸有良心 你對爸爸那麼用不用 好像地下黨搞聯航工作一樣 來吧 打個電話問問甚麼回事才行 是呀, 關機了嗎 行…無謂打了 你以為不是有心避我們嗎 有此理嗎 你這個臭小子, 教我五逆小子也有 不孝順老闆不將國 連我們都找猴子找 你們聽到你們都火滾了吧 我現在沒甚麼害怕 我怕那傢伙當我們是老襯 找笨找上癮而已 那… 不用這麼勞氣, 二嫂 你可以利用他的心態和他玩一下 現在很空閒 和他玩? 玩甚麼?拍公仔紙嗎 我像你這樣知道 既然他的兒子和孫子 經常偷偷地來探望他 好點利用這個機會 特地讓你整色整髓 讓他對老人家 讓他有所觸動 我知道了, 打他一身 誰說你打他一身 你餓一下他就行了 不知不要死 讓我們這個招式王 給你兩招式王 二嫂, 二嫂有否去探望老人家 你有動靜 我們拉這條司機行不行 弄得好像暗謀等暈到 這樣坐在那裡 應該有機會 關鍵你們要盯緊一點 盯緊一點 盯緊一點 每天都在… 甚麼 你看他孫子 拿著水果上他的房間 有機會… 別說太多了 大伯, 趕快找阿嬌做事 走… 阿嬌… 趕快做梅菜肉餅 還有做狗王炒蛋 記住, 做戲做全套 爽爽爽爽爽 現在這麼多客人打了真軍 填一點就不行 不行, 我的現事十萬火急 趕快去做吧 那些客人我做就行了 我們幫你做吧 對了, 你們做這個… 來… 開飯了… 這道菜我很喜歡吃 不好意思 這兩天菜沒有人是你的 那我吃甚麼 是呀 我這道菜是旁邊的房間 今天台房的材料全都用光了 如果你想吃 就唯有待會我炒一碟油菜給你吃 我…我也吃梅菜肉餅 我也吃狗王炒蛋 是呀, 你如果肚子餓 那你先吃白飯 就是這樣 我也吃肉餅 我也…我也不吃白飯 我真的不吃白飯 爺爺, 你別這樣 你先吃白飯 他們對我不好 乖, 你回去跟你爸爸說 我不住這裡, 我住酒店 住酒店? 是呀… 怎麼樣… 那個豬伯有甚麼反應 是呀 那他當然是貓殺的圖 跟著做法, 我偷人就造型 你們就負責了 我出去做事 糟了 阿嬸 我們這樣做會不會殘忍 畢竟他的豬伯都是病人 有多殘忍 遲點吃而已, 要死嗎 是呀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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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嗎 糟了, 糟了就不讓他吃 你讓我來… 來… 你讓我來哄她 你讓我來哄她 我把她拿出來 你們都不知道 我一拿點飯送上去 我打算做甚麼理由來騙她 她根本不聽 好像餓鬼頭胎 這次吃茶辣, 三天都拼了 如果我走前一點 連我都吃了 幸好阿嬌肯配合我們 不過阿嬌房 下次不肯了, 再不再送飯 免得讓他散到臉皮 不要緊, 他不送我送 你也不知道, 豬伯見到有東西吃 連子蓉這麼口味 真是的 為了那個阿伯你們廢罪苦心 沒辦法… 希望咱們這些善意的負面信息 能夠通過她的孫子 然後傳遞給她的家人 讓她們好好反省她 最重要是她知所能改 好好接老人家回去好服侍她 這個百幸孝為先 對 看當然這麼看 怕她們無動於衷 大家聽聽我的分析 看看合不合 你說 如果她的兒子知道情況之後 肯定會有反應 要不就唐兒王來我們旅館投訴 要不就靜悄悄地安撫她的爸爸 是答案的 我們比較欺負 如果她的兒子真的來的話 不管她的名例也好 暗例也好 我們大家合演一個大龍蜂給她看 大龍蜂 她的兒子不會善待她的爸爸 為甚麼 要逼她對自己的行為進行反思 但是 就要委屈一下老爸媽姊妹 你幹甚麼 你幹甚麼 你不是 你打算打老爸媽姊妹 我不要你這麼誤逆 喂 我們也不會玩暴力 為甚麼 我們玩虐待 喂 不是 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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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具體的編排就是這樣 怎樣 首先 老闆娘 老闆娘 好忙嗎 老闆娘 你想吃飯嗎 不是… 老闆娘 其實我很服你 隨意也好 人品也好 老闆娘 小小意思 不成經驗 利是… 你是誰來的 不是 不是 我是豬白的兒子 當然 別客氣 是 是 有件事我想問你幫忙 甚麼事 你知道 我老爸年紀大 嗯 吃得很囂張 是 來… 這張紙上面 寫著他喜歡吃的菜 是他喜歡吃的 他喜歡吃的 怎麼這麼誇張 好像皇帝二用大湯 嘶 怎樣也好 如果做足了 那就吃加碼 錢不是問題 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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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走了 好,你走吧 太太太 太太 老公,朱三個來了 上了他老爸的房間 是嗎 老爸、媽子 你們聰明一點 我們… 做事各走各為走 走… 老婆 他們真的沒有欺負你 沒有啊 我都跟你講了好多次了 他們對我很好很好 尤其是那個康經理 每一餐都把飯菜送到我這裡 很好… 很好 我剛才跟餐廳人說了 要他們每天都煮一點 你愛吃的菜 好啊… 好啊…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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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說了 真是爺爺的 閉嘴 閉嘴,小小子 彈開 走啊… 走啊… 大哥… 你不要反悔 不要反悔嗎 說好一人負責一個月租金 你瘋了嗎 租這麼貴的房子 我倆的房子哪有這麼多錢 你不如租五星級賓館吧 嚴貴啊 租那些郊外的郊區樓 增成那些挺便宜的 對…那風景好 環境又好 省不少錢 對… 對…我說兩句 我們這些年輕人 全身都沒空 對… 哪有空看著這兩條老爺 就這樣了 我們一個月以後 去探望你們兩次,行不行 你們這些臭小子 正式不孝子算了 生孩子就不會換孩子 真可憐 是呀 是呀… 我記得都不會讓你們離開的 不會讓你們離開的 我們不會讓你們離開的 大人做事,你不用讓你出聲 是呀… 是呀… 你是不是打你了 你試試看 你… 你別吵了 不管你怎麼說也好 你們怎麼說也不走 我們兩條老爺就住在這裡 是呀… 說住就住了 你加了甚麼身份跟我們說話 你不要忘記 你們幾個兒子和媳婦 沒有一個肯收留你們 那倒是呀 越老越懵懂,是嗎 這個又不記得 那個又不記得 骯髒、骯髒 不死也沒用 不要妨礙你求主 是呀… 是呀… 我真的沒有人工了 是呀… 你們這群臭小子趕了我們 最後一天我們在外面死了 很臭也沒人收屍 媽媽,不要哭了 你們這群不是人 你們這群臭小子 有義氣嗎? 這麼聰明是你服侍他們 你們這群臭小子 我真錯了 你這是幹甚麼 跟你跟我行大禮嗎 我現在就接你回家 我不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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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坐在這裡好 我真的不回家 我不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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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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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爸 等我求你了 你又死了 是不是要做個男人 看來有效果 不要說太多了 快去看看 我…我…我… 我…我… 我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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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搞甚麼 我…我求你了 我想接我爸爸回去 結果他不回家 你早就應該接他回去 這是你親生的爸爸 你有甚麼理由嫌棄他 是呀 我嫌棄他? 是呀 你沒資格說我 你首先說你自己 你別這麼勞氣 其實我們就是做這麼多事 行了,你們一個二個不孝之子 我… 你瘋了 如果你早就這樣想就好了 老人家是要拿來孝順的 特別像他的年紀 是最怕孤獨的,你知不知道 是呀 是呀,你收爹 你們以為你們自己很孝順 我… 五十步笑一百步 剛才你們的東西 我全都看到了 笑甚麼… 知道了嗎 相比之下 我不知道孝順你們有多少 還要嘗試 再見 朱先生,朱先生 我告訴你 我不是在這裡曬名 我們兩個老爺 兒子、媳婦不知道多孝順 朱先生… 我們剛才做的都是演戲給你看 希望能夠感化你 沒錯 演戲?感化我? 是呀 包括之前對你的兒子 都是演戲給你看的 目的就是想你關心他爸爸 是呀 好,朱先生 我希望你可以明白 我們一片的用心良夫 是呀 其實我們想告訴你 做人子女的要孝順自己的父母 是呀 你應該是保護你老爸 而不是嫌棄你老爸 是呀 其實像這麼簡單的道理 連小孩都知道 是呀 人都有老的時候是不是 你怎麼能嫌棄自己年老的父母呢 別說了,你們 謝謝你們一片苦心 是呀 我不單要接我爸爸回去 我回去之後 我還要告訴我老婆 告訴我兩個孩子 以後要好好地孝順我爸爸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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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